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 来吧 杀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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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内 杀死太 她 feminist 你真的会 你放心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先让公主过来 同时放人如何 谢谢你 你要保重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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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八卦可汗 后会有期 侮辱 殿下回来了 来 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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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着点啊 麦家 麦家带走 殿下 你回来了 她是 花生 对 那 那柔然公主呢 我已与她交换了 殿下 那柔然公主身份高贵 用她来威胁那些满蚁 岂不是更有利 你好大胆 这花生几次救我性命 我岂能其他不顾 而柔然公主也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又怎可恩将仇报 此刻我们与柔然和谈 完全处于诚意 何来协迫之用 你口口声声 称柔然为满蚁 要陷我于不义 你到底是何居心 属下不敢 属下也是一心为了大随 为了殿下 算了 你起来吧 你如果对我还不放心 大不了再将我绑起来就是 不敢 不敢 你现在快去 找军医来给她花药 是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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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可 她伤口需要花药 不可 殿下 我没事了 我已经好了 殿下 若她需要换药 小生可替她换 不用了 华生 你自己也可以换药 对不对 可以 可以 你自己怎么 她 她当然可以 她 她可以 可以 可以 那 快 带她去换药 小仔 我正好有事 要找你相谈 她自己可以换药 可以 可以 好 有钱 我来 都不可以 烟 你有了 你 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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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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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孩子 爹 孩子 爹都明白 好孩子 不哭啊 爹知道你的慰藉 爹 咱们一家都好好的 我一点都不委屈 真的 我一点都不委屈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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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这个家呀 可你有没有 想到爹的感受啊 我跟你说的话 你就是不听啊 兵已经当了 功也立了 爹求你一件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要去管 听见了吗 你回到大隋 你立刻离开兵营 回去找过你娘 爹 可是愈合大乃 愈合的事 你不要去管 爹自有办法 爹求你的事 你一定要答应 你发誓 你要违背自己的誓言 爹在九泉之下 也不得安宁啊 好 我发誓 好孩子 听话 听爹的话 睡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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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才已经给花生送过干粮了 再说他刚受伤 不宜吃得太油腻 好 对 也是 也是啊 好 他这么长时间没出来 我还是觉得应该去看看 花生这会儿想必已经是睡了吧 要不 小生与殿下同去 好好 同去 同去 殿下 你别起来 小心碰到伤口 我还好 没事了 吃过东西了 还好 这次平安无事 好 多亏了秀才 这次多亏了他 秀才 мы 罪掉 那 哎 不 有 秀才 也是你救的殿下 我就知道 你脑瓜好用 对 小生岂敢贪功 多亏了朱儿公主 身名大义 当初若不是 她迷惘了那些守卫 殿下和小生乐障 怎会轻易逃出啊 朱儿公主 她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她不是 很恨我们随人吗 而且 我杀了她的爱人 也砍了她父亲的脑袋啊 对啊 她为何要救我们 我想应该是她 有所顿悟吧 秀才你刚才不是说 她身名大义吗 是 身名大义 不说他们了 这次你们二人 又立了大功 回去以后 陛下和皇后 一定会奖赏你们 尤其是你 花生 我还要恭喜你呢 恭喜我 你回去以后 就可以取愈合了 大家 建议 算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你就好好养伤吧 殿下 谢谢你 不用谢我 我说了 功在秀才 哪里 这跟秀才没关系 我谢谢你 实现了你的诺言 你把 你把华伯父带回来了 是是是 小生也要在此替岳丈大人 谢过二位 谢过二位 谢就免了 你歇息吧 先帝 华生他需要静养 你也早点回去歇息吧 是是 我先帝 你快点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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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回来 我先帝 陆志如 若兰 孩子 爹知道你最大的心愿 就是一架团圆 可爹无能啊 爹不但让你上了战场 连你唯一的愿望 都让你实现不了 可爹要是不死 你 你娘 玉和 还有赵家 都不能保全 孩子 你不要恨爹 不要恨你 不过还好 就算你不明白 三皇子也明白 如果他真心保护你 他一定会让你离开 这是爹 对他最后的请求 也是爹 为你做了最后的一件事 只愿意你和赵云 看缘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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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走走吧 动手吧 殿下 只要你承诺 保护好赵羽和花生 我一条命算得了什么 老夫一生征战 这也算是为大随而死吗 动手吧 殿下 显示射 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遵守诺言 照顾好他们 对不起了 你要干什么 华生 你让开 这不关你的事 孩子 你让开 你让开 孩子 你让开 你让开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个人他不应该 让他整个江山设计 你让开 不关你的事 我们必须杀了他 我不许你杀他 让开 孩子 让开 让开你 华生 华生 你瘋了 你居然为了他 要杀我不成吗 对 他不过是赵羽的岳父 你居然为了他 要杀我 对 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做 就算老天爷 要动他一根寒暴 我也会把天给出破 因为没有他 就没有我 你在说什么 他是我爹 孩子 再说一遍 他是我亲爹 不过是 我 你 你 是 什么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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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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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才能保证一家人的生命 我不让你死 你懂不懂啊 我不让你死 你听着 只要你活着 我们一家人才能团圆 皇上 对不起 我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我误了整个江山社稷 我不能做一个不忠之人 我不管你有多少祸重 可华盛就只有这么一个爹 好吧 我不可以看到他 我不可以看到他 死在我的面前 如果你今天非要杀我的 你想把我给杀 你们走吧 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 你们走吧 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 来 殿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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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你可 如何交代呀 那是我的事 不过你记住 下次我们再见之日 就是你必死之事 殿下 你 你要好好保住我 就再交给你照顾了 爹 孩子 爹 不是 断 盯 扶不 车 惊死 交 马 把他们给我绑了 你这是干什么 郝都尉得罪 属下也是奉皇后之命 要是三皇子知道 他绝对不会饶过你的 带走 爹 看个动静再说 爹 走 走 陛下 你可不能分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公 劳烦您辛苦 今天是奴婢之夜 告退 谢 您慢走 什么 他彻月陪伴在陛下身边 回您娘娘的话 已经司误回了 因小人看 杀 你和承恩事情 不过就是这几日的事了 小人该死 小人该死 陛下 你既然不记得自己的誓言 把这夫妇臣妾来提醒你了 你们 皇后娘娘宣你过去 娘娘 宇和参见娘娘 女使 这些日子 你辛苦了 宇和不敢 那都是宇和的本分 本分 职业是你的本分 伺候太子是你的本分 但是我不知道从何时起 伺候陛下 也成了你的本分 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 我跟你说过的话 奴婢记得 好 记得就好 那就怨不得我了 来人哪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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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 섯 三 三 一 去 지금은 知票 到 我 扶 行 少 娘 娘 住手 滚 于和 如果于和有个三长两短 朕定将你的碎石万段 陛下 于和 没生气 传太医 快 传太医 速速带去医军 快 快呀 陛下 您有个保护 钱 还要好 王 宇加 不懂你的心事 你又何尝懂朕 家罗 你心怀大义 一向都是刚强如男子 现在倒容不下一个 一个小小的宫女 区区的一个小宫女 她值得您这么样大动干戈 值得您这样对臣妾兴施问罪吗 宫女如何 宫女就不是人了吗 宫女就可以随便地打死吗 宫女当然是人 但是陛下如果换了其他的宫女 您还会这样生气吗 看到陛下今天的态度 我想不出近日 这个宫女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女士了吧 您忘了 她可是太子宫里的人 你是在指责这吗 因为宫中最近有传言 说玉和不但跟你亲近 而且他还留在你的寝宫里和你过夜 可 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他只是照顾朕而已 臣妾这一生不都是在照顾您吗 为什么还要从太子的宫里 要一个宫女来照顾您 朕可是个皇帝 你是皇后 难道朕的一举一动 还要受到你的邪制吗 你是我的丈夫 我是你的妻子 难道您已经忘了当年在桃花树下 陛下的誓言吗 朕何才往前摸 可是放眼天下 别说朕有个皇帝 就是普通男子 哪一个不是三七四千 可是朕 朕只有你一人 你还不满足 你还要怎样 朕与南玉和 清清白白 只是朕 看着她天真浪漫 偶尔跟她 说说话 听她唱唱曲子 有何不可 臣妾担心的是 玉和这个女子心机 实在是太重了 她陪在陛下身边 不仅仅是想陪着您 听您说说闲话而已 够了 皇后 你是皇后 你是皇后 难道 你还不如一个平民女子 心胸开阔吗 没错 柔然人大兵压境 宇文是虎视眈眈 我们的俊儿 生死未博 而陛下 您却在后宫里 沉眠于女色 你让一个臣妾 如何心胸开阔 你 好 既然 你如此嫌弃朕 朕走就是 我朕要告诉你 那玉和 你再敢动她一根头发 别怪朕 不顾夫妻情分 陛下 陛下 尤和 让徐和 你也没有 不顾夫妻 你还要欠 你 一定要 事宜至此 你我先不要见面了 陛下 三王子 为何会多了一辆马车 和我们一起行军呢 这马车原来是为您准备的 怕您捋托劳累 要不然您 算了 我还是骑马吧 给我盯紧了 要是被他发现 就把他给我绑了 你要是不想撤离的人出事 你就闭嘴 要不然都得死 母后 母后 儿臣参见母后 可是有了消息 三弟终于平安回来了 毫发无损 托天之福 毫发未损 听传令兵报 说三弟把那个叫花生的放走了 好像同时还放了一个老者 老者 不过都被张将军拦截住了 老者是何人 儿臣不知 但是只听说 这个老者 好像是和三弟 一同从柔然逃出来的人 那老者 会不会是他 母后 您这是何人 不 我也不知道是谁 是 他 有 是 是 有 是 有 有 有 母后 可是太子 对了 母后 儿臣近日听说 太子 在宫中一改往日的作风 以前呢 还和宫女们嬉笑打闹 如今一心都铺在了宫物上 连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史 都被他赶走了 要是儿臣没记错 母后 那个女史好像是叫 玉和 儿臣要是做错了什么事 还望母后责罚 母后千万不要动怒啊 不不不 这件事情隐隐不关 你起来吧 起来 母后 您的手没伤到吗 太子驾到 宣 臣弟拜见太子 二弟也咋 儿臣叩见母后 你又喝酒了 是 儿臣跟几个官员聊到高兴之处 略合了几杯 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晚上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 小事 小事 混账 你 为了一点点小事情 你可以出去饮酒作乐 你可曾想过你还有一个兄弟 他叫杨俊 你可曾派人去找过他 母后不是 派人去了吗 所以你就按兵不动了 儿臣 儿臣 儿臣我 哼 你不就是巴不得你这个兄弟死在柔然才好吗 母后 我 身为太子 难道不应该以朝廷大事为重吗 太子 难道不应该以父皇的旨意为重吗 三弟他抗制不尊 那本是杀头的大罪啊 儿臣我替他在父皇面前一再地求情 我知道你是最心疼杨俊 可儿臣我也是您的儿子啊 你为何不替儿臣考虑 太子